厂开式直显光扇尺光方应用于半导体设备 自动贴片机和测量机 以及所有需要极高测量精度的应用 高质量扫描信号不容或缺 为此海德汉推出HSP1.0全新信号处理ASIC芯片 欢迎观看演示 平行排列两套测量基准 直显光扇尺独树头的滑坐在测量基准上运动 LIP-6000只用作准确的参考基准 两个LIDA48独树头并排安装在顶部的光扇尺带上 检查测量值 在比较测量中滑坐在整个测量基准上运动 同时两个LIDA多数头都在顶部光扇尺上遇到典型的污染情况 一条短气泡带 一条短丝线 指印 一滴环氧树之胶 当LIDA多数头已过光扇尺时 信号幅值和位置值 与LIP-6000参考基准的记录值和显示值不同 只需简单比较 也能发现配SHP1.0的LIDA多数头的信号明显比较光滑 性性误差补偿后可以直接比较测量结果 使用HSP1.0后 波峰间的信号扶植几乎稳定在衣服 实际上减少位置误差达一半 可以说海德汉编码器提供稳定的撒描信号 无需对其信号进行稳定处理 尽管如此 测量基准或扫描眼膜的污染 影响这些扫描信号 HSP1.0信号处理 ISIC芯片特别有效地降低污染的影响 确保持续稳定的测量信号 几乎不受噪音或细分误差的因素 可靠性、精度和功能性不受污染影响 依然保持高水平